因为百香记的关系 街上的人很多 多数人手上 都是大包小包的拎着过节的物品 街边的小贩吆喝声 也是此起彼伏 各式花香迎满大街小巷 拉格鲁瓦夫人一左一右 牵着苏菲和香密尔的手 他们一家家的店铺逛过去 在他们身后 跟着拉拉杂杂一对的护卫 苏菲心里暗笑 其实这些护卫 恐怕都是跟着拿东西的吧 苏菲 我看这些东西啊 都没有你做那个护肤路好 从化妆品店出来 拉格鲁瓦夫人就开始夸苏菲 你究竟是怎么弄出来的 阿姨 没有了 苏菲被她说的不好意思 我自己瞎弄的 哪有人家店里面的正规呢 阿姨用了你做的护肤路之后啊 别人都说我变得年轻了呢 拉格鲁瓦夫人摸着沙帽下面光滑的脸赞道 那是阿姨本来就嫌小 怎么看都不像当了妈妈的人 苏菲扯着头发 眯着眼睛 嘴甜的跟抹了蜜似的 咦 苏菲 我妈妈可是我的亲妈妈呢 香蜜儿不乐意了 那当然 苏菲忍着笑道 我当然知道她是你的妈妈啦 我是说阿姨看上去 年轻的 像香蜜儿的姐姐一样 哦 也是啊 香蜜儿想了想 然后认真地点点头 上回我和妈妈买衣服的时候 有人就说我们像姐妹呢 拉格鲁瓦夫人听到两个天真的小女孩的赞美之词 心情好得不得了 她搂住两个小家伙又是亲又是亲 说吧 想要什么 我给你们买 耶 香蜜儿马上开心地叫起来 深绿色的大眼睛里全是喜悦 她伸出小手 一边掰着手指头一边说的 嗯 麦克斯的红豆糕 小淑女的卡子 还有火焰式的皮靴 眼见着拉格鲁瓦夫人的脸上 黑线越来越多 苏菲实在是忍不住 哥哥笑了起来 逛了一个下午 三个女生居然全都神采奕奕的 毫无疲惫之色 回到家门的时候 还在兴奋地大呼小叫 夫人 二少爷已经回来了 香蜜儿家的管家守在门口 一见他们回来马上汇报道 二少爷还带了两位朋友来 二哥回来了 香蜜儿一听 就高兴地拉着苏菲之王里面跑 快走 这次二哥回来一定给我带礼物了 我们快去看看 手被香蜜儿紧紧地拉着 苏菲只好无奈地跟着他 还没有走到客厅 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大笑的声音 香蜜儿加快速度扯着苏菲往里面冲 客厅里面 除了拉格鲁瓦大人之外 还有三个人 他们大约都是十五六岁的年纪 身穿灰色法师袍 看起来应该是香蜜儿的二哥 吉拉德拉格鲁瓦的同学们 香蜜儿 其中一个人站了起来 冲他们叫道 苏菲见证 联盟睁开了手 香蜜儿蹦到他怀里叫道 二哥 你怎么回来了 吉拉德拉格鲁瓦长得并不像金发碧眼的伯格拉格鲁瓦大人 却与拉格鲁瓦夫人有几分相似 同样是红棕色头发和深棕色眼睛 脸部的轮廓也相对柔和一些 漂亮的前额 坚挺的鼻子 再加上脸上宠溺的笑容 使他看上去出奇的帅气 这是我妹妹香蜜儿 吉拉德拉格鲁瓦一边轻拍着妹妹 一边给自己的朋友介绍着 香蜜儿 这是我的朋友布莱克和孟克尔姆 他的两位朋友这时配合地站起身来 名叫布莱克的 是一位身材略胖的小个子 他的皮肤白皙 眼睛细长 短短的深灰色头发 柔顺地在他脑后 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另一位孟克尔姆的个子很高 几乎与拉格鲁瓦大人差不多高 不过他却没有一点 拉格鲁瓦大人那样强烈的存在感 宽大的发尸袍 更显得他瘦弱的体质 他的皮肤略带棕红 长着一张娃娃脸 眼神清亮 墨绿色的头发扎成一个马尾 也是很容易让人产生好感的类型 哥哥 这是我的好朋友苏菲施华洛 香密尔拉过苏菲 给自家哥哥介绍道 每次他来的时候你都不在家 他是哈布雷克公爵大人的外孙女 他一边说着还冲着苏菲击击眼睛 你好 施华洛小姐 我是香密尔的二哥 吉拉德拉格鲁瓦 他颇为绅士地行了个礼 苏菲虽然刚过八岁 不过身高已经一米三了 比起香密尔高了半个头 不过在一米八几的吉拉德面前 他那点小身高还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 他乖巧地行了个礼 说道 吉拉德哥哥好 然后对他两个朋友微笑道 你们好 叫我苏菲就可以了 习惯了苏菲笑容的香密尔 和拉格鲁瓦大人还没什么 但是这三个小男孩 显然是经受不住的 他们都被这个看起来 并不出色的小女孩 脸上绽放的笑容给弄懵了 尽管苏菲很少在自己 不熟悉的人面前露出笑容 但说起来香密尔的哥哥 也不算外人 他很自然地没有把他排除在外 不过眼前的三个 看呆了的傻子 立刻使得苏菲 意识到自己的疏忽 他倾咳了两声转移话题 吉拉德哥哥是回来过百香季的吗 三个小伙子这才醒悟过来 不由得尴尬的耳根字发红 看来又有人被苏菲的笑容迷住了呢 香密尔一边哥哥地笑着说 香密尔的话令三个人更加不好意思了 尤其是吉拉德拉格鲁瓦 他有些懊恼地看了看自己的妹妹 想不到自己三人竟然抵不住小女孩的微微一笑 他与两个朋友对视一眼 然后转身有礼地对苏菲道 不好意思 失态了 停了停 他又道 我们这次是接了拥兵任务来祭坎普斯的 顺便也回家看看 嗯 没关系 苏菲冲他们点点头 十分自然地在客厅的一个小脚里 找到一个小沙发坐了下来 他抬起头 却不期而然地对上了 正在一边喝茶的拉格鲁瓦大人细虐的眼神 他忍不住朝他翻了个白眼 看人笑话 很好玩吗 二哥 你已经是拥兵了吗 香密尔激动起来 他拽着他的手 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他 你们接了什么任务啊 有趣吗 呵呵 吉拉德伸出手 敲了一下香密尔的脑袋 就知道玩 拥兵的任务很严肃的 什么有趣不有趣的 他说着 还板着脸正经八百地抬了抬下巴 呵呵 两个朋友背他的样子 逗得忍不住笑出了声 武士工会会长拉格鲁瓦大人 也不由玩耳 而香密尔则揉着自己的脑袋 愤愤不平地说道 二哥就知道欺负人家 你还没有告诉我 你们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呢 哦 像我们这样的地级佣兵团 就只能接接送货 这种简单的任务 看起来吉拉德 对于自己接的任务 并不怎么满意 我们这次是帮人送件东西 给魔法师工会的 孟克彤大人 诶 苏菲听到孟克彤大师的名字 不由吃了一惊 他不知道原来大师 是魔法工会的人 怎么了 香密尔见苏菲惊讶的样子 奇怪地问道 苏菲认识孟克彤大师吧 拉格鲁瓦大人 以肯定的语气对他说道 嗯 苏菲点点头 外公曾带我去过他家 那你们佣兵团 就你们三个人 香密尔问道 还夸张地伸出 三根小小的手指 怎么可能呢 说话的是胖胖的布莱克 他笑着解释道 这次我们蓝色号角拥兵团 可是全部出动了呢 只有我们三个的话 要从费罗西亚帝国过来 可没有那么快 可能会用更多的时间 走更安全的路线了 哇 那其他人呢 香密尔一片向往之色 他们都在哪里啊 啊 他们都已经住进旅馆了 我们两个跟吉拉德 是同学家好朋友 所以一定要来看看 我们这位传说中 最漂亮的香密尔小公主啦 布莱克笑得 好像是狼外婆 见到小红帽一样 苏菲忍不住 抖了抖满身的鸡皮疙瘩 香密尔立刻 被布莱克的甜言蜜语 说得两眼放光 心花怒放 马上叫侍女 拿出最爱吃的点心 招待他们 当然 他还是没有舍得 将苏菲带来的点心摆出来 二哥 那你们的任务 已经完成了吧 一边吃着果子 口齿不清的香密尔 一脸期盼地问道 马上就是摆香剂了 换完节再走吧 下午把东西 交给孟客同大人 才能回来 还没到 拥兵工会交任务呢 不过我们拥兵团 应该会修正一下 不会那么快 马上接到任务的 太好了 那这回 摆香剂 可算是热闹了 大哥也会回来呢 香密尔把头 转向布莱克和孟克尔姆 这两位哥哥 你们没有参加过 我们这里的摆香剂 见两人都摇摇头 她更是高兴地要命 那你们可来对了 我们的摆香剂可热闹呢 满街都摆满了鲜花 还有好多有趣的活动可以玩 保证你们会喜欢的 对于香密尔的喜悦 苏菲很能理解 自从她的两个分别出去上学 一家人相聚的机会就变得很少了 这一节可没有飞机 火车 这样快速的交通工具 单单从桑亚纳城 到外公镇里 就需要一个半月时间 这一点苏菲深有体会 据说千年前 索尔索共大陆 还有空间传送镇 可以在城市之间实现传输呢 可惜没有办法亲眼目睹了 虽然没有与自己父母兄弟在一起 但想到外公 苏菲的心里还是暖融融的 她小心地收藏起自己的小小伤感 望着好朋友一家欢乐的场面 浓浓的暖意和盈盈的笑意 从她的眼中慢慢地显现了出来 使她的小脸 使她的小脸皱然 焕发出动人的光彩 也让不小心看到她的吉拉德 不知不觉动容了 只是在场的其他人 谁都没有注意到 在香密尔家住了两天 苏菲过得很开心 她十非喜欢香密尔家 轻松热闹的气氛 很自然的 苏菲知道了吉拉德 是火系魔法天才 她继承了拉格鲁瓦夫人的魔法天赋 被三所名校之一 位于费洛西亚帝国的 蒙塔罗德学院录取了 据她的两个朋友 布莱克和孟克尔姆说 她在学校的成绩非常棒 是十大高手之一呢 而她们的蓝色号角拥兵团 也和苏菲她们以前遇到的 狂热火力拥兵团一样 是学生拥兵团 她们会常常利用学校放假时间 来接一些拥兵任务 以便尽快提高自己的拥兵等级 而拥兵等级的高低 对于她们的毕业成绩 也会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才两天的时间 香密尔和苏菲 已经跟来访的拥兵团客人混熟了 甚至在苏菲告别回家的时候 大家还不舍得约好 一定要一起参加 百香祭的嘉年华会 关于百香祭的起源 有个美丽的传说 在很久以前 纪坎普斯城有一位名叫百香的姑娘 她既美丽又善良 人称百香公主 有一天魔族之王来到这个地方 她听说了这位姑娘的大名 就放出话来 要娶她为妻 否则就要毁灭这里 而那位善良的百香公主 为了拯救这里的百姓 勇敢地选择了牺牲了自己 跟着魔王离开了 于是后人为了纪念百香公主 每年到了这里最寒冷的那一天 纪坎普斯城家家户户 都会摆上香花 点起灯 举拜盛大的百香祭 无论经历了多少战乱 更换了多少朝代 这个传统都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外高 魔王怎么可以来这里 他们的魔族不是都住在 克马沙罗大陆吗 苏菲窝在书房休息室里 大沙发上 一边啃着好吃的水果 一边问道 难道他们可以跨过 超级恐怖的鸡海吗 百香祭放假的几天 公爵大人还是像往常一样忙碌 晚餐过后的时光 一如既往 可是苏菲没有什么心思看书 他有一搭没一搭 跟着外公聊着天 苏菲 你要知道 这世上神族和魔族 都是非常强大的存在 哈布雷克公爵 从他文件堆里抬起头来说道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 那些是恐怖的禁忌之地 而他们 也包括龙族 或者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不过不用担心 有创世神立下的规矩 他们应该不会插手 干预我们所而所共大陆的事物 那百香公主 是不是被魔王抢走的 苏菲对外公的解释不满意 那只是个传说而已 公爵大人对那些传说嗤之以鼻 几千年前的事谁能说得清 外公 都放假了 你怎么还那么忙 苏菲撇撇嘴 在一边啃着清密果的小黑 也帮着他 冲着哈布雷克大人 努了努嘴 公爵大人瞪了小黑一眼 没有接话 说起来外公 你说属于哪一派的 苏菲忽然来了兴趣 嗯 哈布雷克公爵挑了挑眉毛 那个 我听香米尔说的 他揪了揪 垂在塞边的头发 又像和大将军他们 嗯 然后他伸出两个食指 撞了撞 小孩子不要管这些 乱七八糟的关系 哈布雷克公爵皱了皱眉 人家只是想了解一下情况嘛 苏菲辩解道 你不知道吧 现在连小孩子也分了派系的 所以我才不想等 哪天被人利用了都不知道 他的话 引起了公爵大人眼中金光一闪 只见他思索了一下 起身从他大书桌上 取了几张纸地给苏菲 这就是你想要了解的东西 不过他们爱怎么分派系 都与我们家族无关 因为我们哈布雷克家族 是世袭贵族 只对凯德帝国的国王效忠 从不参与那些派系斗争 耶 苏菲看着眼前几张 错综复杂的人员关系表 竟然详细到 谁是哪派的卧底 都写得清清楚楚 他惊讶地问道 外公 你的情报好详细呀 连尖细都有 那只要是被人拿去了 那可就糟了 哈布雷克公爵大人轻哼一声 想从我这里拿东西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 外公 你是怎么收集情报的 苏菲起了好奇心 她想起了前世武侠小说中 那些贩卖情报的组织 不由问答 是不是通过饭店和酒楼啊 嗯 哈布雷克公爵 惊讶地抬起锐利的双眼 看向她 她当然明白饭店酒楼 可以用来收集情报 虽然那并不是 她手中情报的 主要来源之处 只是她很奇怪 苏菲怎么会问 这样的问题 嗯 苏菲吐了吐舌头 我只是猜的了 那些地方 不是人多嘴杂的吗 在我手下 有一个叫鹰的组织 每一个成员 都是优秀的盗贼 个个都是搞情报的 好手 哦 我知道了 苏菲明白过来 盗贼的专长 就是眼神 机关术和刺探情报 她点点头 可是那样不是很辛苦吗 弄一个情报很麻烦吧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 你想要毛分病的情报 就得先判断 派多少个什么级别的手下 然后他们究竟 能不能完成任务 会不会受杀 会不会俘虏 会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 苏菲摇摇头 嘖嘖亮声 一副不看好的样子 嗯 想要达成目标 怕这怕那怎么行 阿布雷克公爵 不以为然得到 可是有简单的办法 为什么不用呢 苏菲很困惑 书上不都是这么写的吗 简单的办法 阿布雷克公爵眼神一明 是什么 嗯 苏菲自己也是个半吊子 她舅舅头发说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啊 只要在饭馆 酒楼或者清楼里安插人手 监视监听 就可以获得大量的小道消息 然后需要的话 再派人去查查就好了 听了她的话 阿布雷克公爵低头沉思 苏菲连忙道 嗯 那个 外公 我也是瞎说的 你听听就算了 嗯 瞎说 公爵大人抬起头 冷峻的表情变得更加冷峻 我看你很有想法嘛 用兵酒吧之类的地方 会有我们的人 不过他们的效用 似乎并没有你说的那般大 还有 你刚才说的清楼 是什么 啊